教育部昨天召开2021金秋系列首场新闻发布会 介绍并解读统筹谋划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的总体情况 强化重大主题教育整体设计 教育部目前已选择确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传统劳动总体国家安全观 以及国防生命安全与健康等重大主题 研制进课程教材指南或指导纲要 已经印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进课程教材指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 革命传统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等指导性文件 在学科安排上要全科覆盖各有侧重 避免交叉重复 在学段安排上要有序递进螺旋上升 结合学科特点是以有机融入为主 要注重发挥综合育人效益 目前教育部组织编修和编写的相关课标教材 读本讲义等已陆续投入使用或将投入使用 接下来还将继续推进其他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工作 包括抓紧出台 党的领导相关内容进大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 国防教育和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 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等 培根注魂进一步增强课程教材的育人导相和育人功能